北京直击毒房东被带足疗店曝光 柯震东汉房组民北京吸毒案14日被带的第一现场曝光了 PS指非当事者房东的脚毛 哎呦这叫记者怎么放松得了啊 苹果在北京巡线找到位于东直门南大街的华夏两子足道店 消费金额从268到568元人民币不等 店内的按摩师证实他俩确实在此被北京的公安逮捕 当天他们一行六人男女分成两个包厢 除了房东二人在场还有房的助理以及两名香港小咖女星 哎但司机在外没按摩也受了牵扯 问按摩师是否看到他们吸毒 按摩师澄清他们纯粹来做足疗的 记者另从知情者口中得知 房东是事发一两天前在豪宅西石大麻遭举报被盯上 房时四日深夜带众人去按摩才会被逮 也非谣传尿尿忘了冲水留下了证据 是被带回东城分局验尿确定的了 当时他就看到我们就一直掉眼泪 然后抱着我们的每一个人 一直说对不起一直说对不起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心情 我们全家人还是用一样的点对不起大家 在北京疲惫奔波多日 柯爸昨天凌晨和柯妈及柯震东的哥哥先返台 他们预计28日再飞北京 等着隔天接柯震东返台 相较之下 关在东城看守所的房祖民 至今还无法见到家人 陈隆仁留在北京设法要救儿子 此时网友精心制作的 哭搜版监狱风云预告片出炉了 近期染毒的艺人 就是坚强的卡斯阵容相当讽刺 哎呦出品人还是张国立和成龙 被网友封为大骗神剪辑 苹果娱乐新闻记者在北京好忙啊 不倒 不倒